陳時中已經要去選台北市長了 但是接下來他的衛福部長的位子 指揮官的位子會由誰來接任呢 在昨天呢行政院是已經宣布了 由薛瑞源來接任衛福部長 那麼薛瑞源本身他是具有醫師 還有律師的雙執照的 而另外呢王必勝是接任衛福部政務次長 接任的是疫情指揮官 但是呢王必勝呢他是蠻驚嚇的 為什麼呢晴天霹靂 因為他是到了昨天早上才知道 他要接任指揮官一職 但是他說他沒有特別的興奮 他說陳時中是永遠的長官 但是之前大家都知道嘛 王必勝很有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在外面有一個小三 但是這件事情有沒有跟太太討論過呢 他要接指揮官 他說妻子還不知情 但是大家覺得很奇怪是 因為呢一級指揮官 應該是由副院長級以上 那是一次呢出現的是一個次長指揮部長的情況 所以接下來會變成什麼樣的情形呢 到底誰的權力比較大 那麼薛瑞源他說防疫呢是以指揮官為主 但事實上呢他會跟必勝在防疫上呢 他說他們已經是融為一體了 沒有什麼分彼此的 但是我要先請教一下 今天我們的來賓 我們先介紹一下 今天來賓有四位 我們先介紹的是時事評論員 鄭春琦 大家好 還有時事評論員黃陽明 大家晚安 另外還有國民黨智庫國政基金會副執行長黃新華 大家好 待會兒呢我們還有政大國關中心 湯紹成教授會加入我們 我第一個問題要先請教一下鄭春琦 這個事情大家看到說阿中啊 陳時中你去選台北市長了 但是你看到接下來你的人馬 一個去當了衛福部長 一個是疫情指揮官的人 這兩個都是你的人馬 所以呢是不是有蔡英文在撐腰你阿中的人馬 繼續還是在掌管衛福部 還是在掌管CDC 關鍵就是王必勝講那句話 陳時中是我永遠的長官 講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严格講我認為謝瑞元還好 他一個政務次長然後接 可是關鍵是指揮官 現在是指揮官比部長還大 比衛福部長還大 因為他掌握了這個特別的權力 那你這個王必勝連續掌握兩個大權 第一個他升的次長 升官了 另外同時就是兼指揮部的這個負責人 那不得了的事情 權傾一死 憑什麼是他 我認為兩個 第一個是說挑戰大家的道德底線 民進黨就是這樣 陳時中就是這樣 蔡英文就是這樣 你們說王必勝很爛是吧 我光看他的名字必勝我就要他 他有什麼匪文不重要 而且你們老百姓瞧不起 你們認為他的道德有瑕疵 我們要他 就是跟民意對著幹那為什麼 第二點就是那句話 永遠的部長 他是跟他講說 你放心 你就放心去選舉吧 衛福部這個地方交給我 我們整個在這個疫情指揮中心之下 這兩年多來 所有的骯髒的 醜陋的 閉案的可能貪污的 我一定把你看守住 你英文是我的中間 因為我們兩個厲害是一起的 同時也是告訴小英說 你放心 交給我 我辦事你放心 我們所有這些整個這個疫情 所有幹的爛事醜事 不要講說 這個行政上的各種各樣的 帶多跟舒適 防疫措施上的不正確不正當 讓老百姓死傷慘重 8000人已經死亡了 更何況過程中那麼多的貓膩 那麼多老百姓的質疑 有沒有炒股 有沒有暗中有這個交易 有沒有拿來做政治操作 這些最可怕的東西 當然要交給自己最放心的人 所以這個王必勝 大家都跌破眼鏡 民進黨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觀感 不在乎他過去那樣的一個道德醜聞 硬是重用他 為什麼 因為沒有這種人講難聽一點 你就是搞不好有把柄桌在人家手上 人家要你死就死 放這種東西下去 又安穩 又乖 又可以保障他們的共同的骯髒利益 所以他講那句話有沒有 比如說好像是一個官場的 很狗屁的那種馬屁話 他就在宣誓說 你英文是我的長官 我永遠忠誠於你 我永遠不會背叛於你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 骯髒的 見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我說你看這個民進黨 上次那個事情的時候我就諷刺 所有的這個女性主義者 都到哪裡去了 台灣那些不得了 什麼優美女 范雲 對王必勝去幹這種事情 忽然間都閉嘴了 為什麼 整個民進黨在這個時候 不敢去碰 他知道下面 人家蔡英文 陳時尚操盤的 那個龐大的利益 所以這些什麼女性主義者 可是什麼女權全部都滾到一邊去 對王必勝的作為根本不敢批評 所以這次真的是 我們都覺得晴天霹雳 可是你往後細想 你知道他下面那個厲害的盤根錯節 你就知道也是思出必然 沒有什麼意外 所以我們要謹記 這下面有鬼 這絕對我們不能 不能拿永遠執政 一定要把它掀下來 把下面骯髒事情抖出來 他們才會知道害怕 鄭老師 其實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就是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邱太元 他也是佈局很久 那這一次動作 之前也動作頻頻 結果這一次 就突然就把它完全踢開了 放的還是陳時中自己的人 所以黨內怎麼看呢 黨內其他怎麼平息呢 黨內怎麼平息 我剛剛已經講說 邱太元最好四項一點 你今天有一個不分區可以當 而將來還有機會 眼前對陳時中要去這個選舉 絕對不能出任何的疲漏 更何況邱太元前置要爭的時候 一直就跟陳時中不對排 如果這個時候 把衛福部交給他 那還得了 衛福部下面各種各樣的 這個行政的細節 各種各樣的資訊 那就被你這個邱太元掌握 他們怎麼可能會放心 所以這個邱太元 就顯得太簡單了 他就不知道政治的黑暗 所以他動用 前面就要大家看到 動用各種關係 就用他那個理事長的身分 一直在運作 幾乎大家都認為說非他莫屬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是看表象的 政治是看厲害的 不是看你說 你這個投資多少 你應用關係多少 今天衛福部下面那些不堪文問的 過去這兩年多來 你想想看那個多龐大的利益 你想想看吳秀梅放了那麼多的水 他放水陳時中不知道嗎 整個衛福部不知道嗎 那這種東西能夠讓他人來智慧嗎 可以讓旁人來介入嗎 所以邱太元這個想的 顯然是沒搞清楚逛逛 所以媒體過去也講了很多 就是邱太元就是邱太元 我們都不敢做這種判斷 真厲害 官見你就知道 好我們看到這次呢 王必勝他也沒有受到 之前或外勤的影響 還是被選為是防疫指揮官 我接下來問一下陽明 因為之前陳時中他是衛福部長 又是防疫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是同一個人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這一次呢 是把這個職位分成了兩個了 一個是衛福部長 是衛福部長 是薛瑞源 那疫情指揮官是王必勝 但是大家就想說那以後呢 接下來疫情要是出了問題 因為有一些部長跟指揮官 意見上不同的時候 那次長比較大呢 還是部長比較大呢 指揮官比較大呢 那到底要聽誰呢 其實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不管是薛瑞源還是王必勝 都是上面的棋子 他們沒有自我意識的 他們只是負責執行上面交代的命令 那剛剛這個鄭老師講的有一點 我要補充一下 讓鄭老師知道 薛瑞源不是單純的事務官 他不是這麼單純 薛瑞源他從 一開始是拿到醫師資格 行醫了一段時間之後 後來因為碰到醫療的糾紛 在雙和醫院的時候 沒有沒有他在嘉義的時候 他在嘉義職業的時候 1993年 他那時候碰到一個醫療糾紛 決定重考大學 跑去考台大法律系 醫生重考大學去考法律系 他重新報考一次大學聯考 末代聯考他去報考 然後呢 考上了台大法律系 然後呢 1997年畢業 考上律師 接著他的第一份 他第一份進社會工作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宏崎昌辦公室主任 立法委員宏崎昌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這個鄭老師就知道了 新潮流的大佬 以前在宏崎昌辦公室 當過他主任 當過他助理的有誰 有段儀康 黃偉澤 邱志偉 劉士方 林怡錦 這些現在在政壇 都是民進黨一方之霸 聽起來就是一脈相承 沒錯 因為其實宏崎 自己也是醫師出身的 所以他找了這個 這個薛瑞遠去當他的這個主任 也是就是欣賞他說 你又有醫師 又有律師的這個資格 好 結果到了扁政府時期 2002年 這個薛瑞遠 他就進到哪裡 進到衛生署 當時的衛生署 去醫師處裡面擔任檢任秘書 因為他有醫師資格 所以他就被借掉 你說是用借掉的方式 好 就進到所謂的公部門 一做就做了20年啊 這非常厲害 他這個他在衛生署的時候 接到醫師處長 他曾經當了醫師處長 他當醫師處長的時候 衛生署的副署長是誰 陳時中 他跟陳時中 大概就在那個時間點 開始越來越熟 所以王畢生是現在陳時中的 什麼叫愛將寵臣 那這個組合是什麼呢 叫做Cover陳時中的組合 陳時中在過去這將近六年喔 他是我們中華民國史上 任期待最久的衛福部長 這個組合是要幹嘛呢 幫陳時中Cover 因為如果陳時中 在這六年裡面喔 五年多六年的時間 有任何弊端 如果換上一個跟他不對盤的人 不小心把這些資料卸出去 還得了 所以這兩個人 基本上就是來互盤的 來保護陳時中 所以你看一上來指揮中心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先把恩恩案推給新北市 他們已經開始在做政治操作了 所以這個組合基本上他們 基本上就是在做聽上面的指揮 上面有誰呢 有新潮流 有陳時中 有這個殷系 他們基本上就是棋子 這兩個人基本上都是屬於 長期的所謂政治幕僚性格 以王畢生來講喔 王畢生在去年 我們幫大家複習一下 他被譽為這個最多洗衣機的男人 他不但可以洗原配的 還有外面還有一個家可以洗 比羅伊軍好太多了 羅伊軍沒有時間洗 他不用自己洗喔 他不用自己回家洗衣服 他有兩個地方可以洗 人家角兔三窟 他至少有兩窟喔 可是呢 他去年發生這個 這個所謂的小山事件的時候呢 陳時中怎麼講 陳時中說 我們要再給他一個機會 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現在當到政務官啦 那時候已經開始在佈局囉 而且當時你知道嗎 當時他的處罰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被報了這些事情 他自己也說他這個道德上有犯錯 對 他的處罰居然是 拔掉當年度的模範公務員而已 這到底什麼處罰啊 只是把他的獎勵取消 所以你知道 這就要用一首歌的歌詞來形容 越過道德的邊境 我們走過愛的禁區 這就是現在王必勝厲害的地方 所以現在的民進黨就這樣 你今天只要有關係就會沒關係 林志堅論文沒關係 那個王必勝偷情沒關係 王定宇租房沒關係 什麼事都可以處理的 然後呢阿扁這個國務基要費 幫你除罪話 現在民進黨在玩的把戲 就是因為他已經全面執政 他可以把權力全面的 把它給他合理化 把這些貪腐的偷心 然後呢抄襲全面合理化 我想這個才是我們現在國家的危機 這兩個人真的 什麼咖都不是 他們兩個真的就只是聽命行事 可是呢 如果我們國家的道德底線 這些學術良知都因此而敗壞 我覺得這才是國家的警訊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呢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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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